你不能再带我 我很清楚 我要不签这个字 我一定是走不出这个扶衙 但是如果我签了这个字 我恐怕死得会更快 你怎么能这么想 我怎么可能对你下手 你可以对酒妹下手 你以为你做得天衣无妨 你忘了我是行医出身 荣州任何一个药店的老板 都是我的朋友 你很后悔自己去买了那个摄像吧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没办法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伤害你 但是你总挡在我的前面 所以你已经要除掉这个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你错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根本没有兄弟 只有两种人 一种要么是帮我的 想我就是我的敌人 你的机会来了 你可以除掉你这个敌人 对 我就是要你死 你自己动手啊 你应该自己动手 这样更结恨 不必了 我怕脏了这身衣裳 这是我娘为我做的 明天我还要穿着她 去参加新公卖站经理 就职天理了 她说我娘一定会很高兴的 你以为你肯定当上这个公卖站的经理了吗 为什么不呢 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 黄国松 一定会找黄大人 问明原因 范俊杰 如果你是黄大人 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你是想告诉我 我会成为替罪羊是吗 毫无疑问 你就是她的替罪羊 这是一举两得 一石二鸟 既平息了众怒 又除掉了两个劲敌 两个劲敌 对于黄大人来说 你不比我安全 你这玩笑开大了 黄大人是我的岳父 你还是我的兄弟呢 范俊杰 我有必要提醒你 我一直是黄国松的心腹大患 他用你 就是来对付我吴永和的 我吴永和的存在 你才有存在的意义 如果我不存在 你对于黄大人来说 一文不值 范俊杰 我劝你记住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好自为之 保住 站住 你说的也许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你忘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吴永和永远是我 范俊杰最大的敌人 既然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能除掉你 我是不会放弃 你可以试试 你 如果你有什么味道 你又有什么味道 你不是 我去 你不是 我去 你们 来更多的人 你放心 上回那边我都打好招呼了 石立香有酒妹和我们 不会垮的 我 我 你赶紧走 快走快走 照顾好姨娘 照顾好石立香 你放心吧 有我在的 石立香不会垮的 我这一组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要保重 好了 别说得这么卑卑怯怯的 你们不说不回来了 你不是说过吗 想尝遍天下美酒 说不定这就是个机会呢 你在外面好多吗 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我走了 荣州刑署令 本府酒业商会 藏污纳垢 勾结乱党 本应取缔 念在荣州乃百年酒厢 酒厢 确乎需要 一同一组织 至此非诚时期 攒由刑署专员 黄国松 兼任商会会长 范俊杰 梁介仁 协助黄专员 处理商会日常事故 被迫出走的吴永和 走一路 饮一路 北方烈酒的火辣 江南甘露的清爽 草原麻奶子酒的醇香 点点滴滴 气人欣贫 是他悟出了酒乃天地同样 人间共生的道理 这大半年啊 您把咱们施礼香 精英得有声有色的 您真是勞苦功高 我这算什么呀 顶多是个看家的 这些啊 都是大家的功劳 尤其是周伯 这些日子 没少让您费心费力的 这要是为了施礼香 我老周就累死也直 只是 不知道永和那怎么样 一点消息也没有 您说这袁纳得倒了 各地的军队又打下来 是到处兵荒马乱的 不是啊 真替武爷担心啊 少奶奶 少奶奶 不好了 外面军队打进来了 后来 不好了 不好了 胡大帅的立马进城了 保安队集合打呀 保安队全投降了 咱们这边肯定是出了奸戏 幼副大人 幼副大人 此地不可久留 咱们走吧 团队怎么就投降了呢 保护好拢 保护好拢 放心吧 笑什么笑 老子给你们敬礼把冒碰碰掉了 这可要吗 你们要再笑 老子 逼 逼 逼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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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都站着 你看把你们给吓的 吓成什么样了 我告诉你们 老子不是随便枪毙人的人 来 接着走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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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休息 都 都停 不不不不不不不敲了 不开门想当缩头误会是吧 你 你嗓门大 你喊 你 你就告诉他 乖乖出来受死 别 别 别耽误老 老子功夫 是 黄国总 识相的就赶快出来 免得浪费我们大帅的子弹 再不出来 我们就要开枪了 开枪了 你 你喊几声啊 三遍了 大帅 三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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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才 打 打 不不不把那门炮 给我抬 抬 抬过来 再 再不开门就 诱 ми頭 我 ahead 来 我这儿走 走 走 走走 发炁基芊 你干什么你 把槍放下了 把槍放下了 帮我 槍放下 帆你 放开我面 放开我面 帆你姐 我真是瞎了眼睛了 反对是不是你策反当 是我策反 为了赠下的前程 是后悔去向你老人家了 如果你明智的话 把艺交老舅的契约交给我 在古大帅得来 跟你销琴饶你一命 就死了这封信吧 我绝对不会给你的 老婆 就别怪我不客气 走 别开枪 送了自己人 别开枪 够够够活的 带过来 吴大帅 我把黄沟抓来了 卡住黄沟 你 你就是黄 黄国松 没 没错 在下黄国松 你个老 老小子 张 大帅 李大帅来了 要钱给钱 要粮给粮 怎么到 到我 我这儿就没了 吴大帅 在下有眼不是泰山 有事咱好商量 还 还 还 商量个屁啊 还商量 你 你现在知道 我厉害了 是吧 厉害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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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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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 把这老小子 给我拉着 拉着你埋了 别 别 别 吴大帅 不不不 咱 咱不这样 咱有事好商量 不这样 不这样 俊杰 咱俩好歹翁虚一场啊 你得说两句好话 老师 且慢 你 行 行 行 这 这时候我说 说 说 你 你 你说 说请行 你 因为 攻打荣 荣州 你是逃宫啊 你 你 你说行 你 你说 咱们发落这 这老小子吧 大人啊 嗯 嗯 黄伯松平日树敌中毒啊 血赖累赖 嗯 我看不如我当众强决 班军姐 我这天的鬼 我也杀死你 前面 你个王八蛋 一来 斩出后患 二来 能为大帅收买不少人心啊 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 我能够的鬼也受不了你 好 你 你 你说这主意太 太好了 你 你 你怎么那么多 多 多骚 骚主意呢 太 太好了 就 就按你 你 你说这办 走 班军姐 走 你他妈是这样的鬼啊你 班 走 班军姐 行 行 行啊 我 我在这儿你还 下 下成成 你 甭 甭 甭管 甭管他 哎呀 你带我到 到这大院里走走嘛 军姐 行个好吧 哎 你快点啊 哎 黄大人 黄大人 王师爷 您说我哭了 荣耳呢 荣耳怎么样啊 荣耳还好 您不必担心 哎呀 我黄国松落的这部天地 都是这个范君杰做的孽 我 你得想办法救我呀 我现在自身难保 那个吴大帅 已经控制了荣州城 道具都是他的兵马 过来 帮我办件事 大人您吩咐 咱们家书房后面 有个安道 我把一家的契约放到那里面了 你把它拿出来还给依舅妹 千万不能落到范君杰的手里 我当管这么多年 练了不少不宜之财 可是我毕竟对咱们荣州的酒业 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可是咱们荣州的百年老教啊 大人您放心 我马上去办 一家老教的 我把契约藏哪儿了 你笑什么 我笑 你来迟一步 我已经把契约还得一酒杯了 你家老教已经物归原主了 来 进去 大帅 要给大家说话啊 诸位乡亲父老 荣州专 专员黄国松 若 若 若败 什么败 腐败 腐 腐败 腐 腐败无能 令 令城 城中百姓民不 民 民不聊生 民 民不聊生 这 这 什么破稿子 从前啊 这个 这个黄 黄国松 经常欺负你们 从今天开始 荣州城就归 我管了 我这个人打了半辈子仗了 就喜欢困困 今天 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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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某人 就替你们 报 报仇 血恨 还大家一个 还大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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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个公道 把 把那狗官给我带上来 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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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好了吧 你们的仇 我已经替你们报了 以后你们不能说我 吴某人不仗义 但是 但是 有一 一点你们要记 记住 谁要是跟我 吴某人过不去的话 他就是 下 下场 参拜大元帅 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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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老弟 来来来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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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坐 来 坐 坐 大帅 范 范老弟啊 我问你个事呗 咱们荣州 自古以来就是 梅 梅景之乡啊 大 小酒作坊 几 几十 几十家 怎么我进城好几天了 连个好酒都喝不上呢 大帅你有所不知 你看你这官兵一进城 这些酒坊的老板 个个都胆战心惊的 他不敢开门做生意 我估摸着 过段时间能好些吧 过 过段时间 那 那他 他 他能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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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了 我 我进城之前 我就跟弟兄们说了 弟弟兄们 进 进城之后 最好的美酒 考上三军 等不了 这个 等 等不了的意思就是 再不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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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 别别别 大帅 大帅 您别紧别紧 在下倒有一个主意 什么 一百坛 长官 我们这儿哪有这么多长久啊 我们大帅可吩咐了 如果给脸不要脸 我就先礼后兵了 弟兄们 搬了 你这儿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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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说老子的强盗 老子强盗一个给你看看 弟兄们 砸了 你们这包王八蛋 我的酒啊 那些大兵一个个如狼似虎 不管多贵的酒 看见旧碗军营里搬 一分钱不给不说 抢了酒还要砸店 简直是蛮不讲理嘛 叔叔 赶紧想个办法吧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呀 开门 开门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是货躲不过 开门吧 开门 开 这儿就是十里香啊 啊 掌柜的呢 掌柜 掌柜 我们掌柜的暂时不在 这里有我管事儿 您有何贵该啊 听说这十里香的咱俩酒 可是远近闻迷啊 我们大帅最喜欢喝的 进城之前他就说过 要用十里香的咱俩酒 犒劳有功将士 原来长官您是来下订单的呀 不知道您想要多少酒呢 不多 三本的 四 那请问长官 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啊 就是今天 那真对不起 我们十里香 真是没有这么多的藏钱 有没有 不是你说了算 给我搜 先慢点长官 来来来来 长官 本号啊 眼下确实是没有那么多存货 您看能不能宽限几人 长官 谢谢 娘子 就这么点钱就想打发老子 你当老子是要办的 我打死你 可不得了 许笑点啊 把所有的藏酒都给我浇出来 否则 我就先礼后兵了 教你老了 小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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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造反啊 我毕了你 长官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伙计打了你 我带他向你道歉 我刚才说过了 这里暂时有我管事 有什么责罚 您就冲我来吧 小三 可不敢 可不敢 小三 冲我来 冲我来 冲我来啊 开箱 叔叔 叔叔 永和 这位老总 有话好话说 你是 怎么回事 永和 这位长官是吴大帅那儿的 说要订三百坛咱们的酒 没有啊 这位老总 我是十里香的掌柜 吴永和 麻烦回去转告一下吴大帅 天黑之前 五百坛杂粮酒 我会按时送到帅府 好 天黑之前 我就等你这五百坛酒 撤 兄妹 没事吧 没事吧 五百坛 哎呀太太好了 这下够咱们弟兄喝一阵子的了 冯副官 你中了吴永和缓兵之计了 你你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缓兵之计 大帅您有所不知 我就出生在十里香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存货 你呀 大帅 我马上带人回去 报告 大帅十里香的伙计 给您送来了五百坛酒 就在帅府门外 你 你看这吴 吴永和啊 这小子还真真有两下子 走走走走看看去 说句实话 我这几年仗没少打 但是十里香 这杂粮酒我也没少喝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先闻闻 我先闻闻 哎 咱 咱们这十里香的酒 这几年变了味儿了 哎 淡 淡得很 咱 咱怎么了 大帅 这不是酒 说 大帅饶命 这是五月庄到五百坛前 长江 长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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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蒸水送了 还不过请天 大帅 吴永和请你去春花楼吃饭 哎 你 你你说这小子胆也太大了 他还敢请 请我吃饭 他还不怕我逼 逼了他 我马上带把他给抓回来 慢 慢 慢点 你说这小子真 真不知道死啊 没人敢骗我 我 我 我还 我还真想会会他 他 他叫什么 吴永和 这 吴大帅 吴大帅 草民参见吴大帅 哎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你少他们跟我 跟我装 装活动 你 你小子心里最 最清楚 大帅一定指的是 那五百坛江水的事吧 大帅啊 草民真是被逼无奈啊 被逼无 无奈 你 你挺会说话呀 大帅 你容我跟你解释 行 你解释 大帅 您也知道 我们荣州自古以来就是 酒香 而我们各大酒坊跟官府之间 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当然了 我们酒坊需要官府 还有像您这样的军爷的保护 那您这样的军爷也需要 我们酒坊给您纳税不是 可以说我们互惠互利 互相帮助 官府还有军营偶遇节假日 偶遇喜庆之日需要酒水 会给我们酒坊摊派 或是优惠打折 再不计也会打一个白条子给我们酒坊 但是大帅 您的弟兄们 又抢又夺又砸又烧 永和真是头一遭剑道 姓武的 您小子在教训我是吧 草民不敢 草民不敢 你给我听明白了 荣州城是我弟弟兄们用血汗打下来的 是是 那你别说白拿几坛子酒 就把你这个酒作坊 一把活给你点了 你能怎么样 是不能怎么样 大帅 其实您是个聪明人 您早就知道我这五百坛姜水的用意 您干嘛非得逼着我说呢 那我非逼着你说 大帅 您知道 我的寓意在于 让您知道 您的弟兄们再这么抢下去 不出半年 各大酒坊 就会关门倒闭 酒坊关门倒闭了 谁拿税 没有税 您拿什么养部队 您拿什么拿买武器呢 大帅我相信 这是您不希望看到的 我的部队将来怎么样 你别操心 反正你今天死定了 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你说 你说我我这枪不拿下来 你说对了行 说不对我我就撈了 爹娘 儿儿吴永和不孝 这就去见你们了 但是二老放心 儿是死在 一位英雄的枪口之下 大帅来吧 你想挺聪明哪 你以为用大话捧 捧我我就不杀你了吗 这不是捧你这是真话 大帅我早就有耳闻 您为人心地善良 不轻易杀人 为什么不杀您 您说啊 你行 你们都出去 是 行 大帅 我知道 您驰骋江山 杀福祭品 是一位英雄 您好酒 您懂酒 您爱酒 您敬酒 尤其您特别 特别地钟爱十里香的 杂粮酒 要是吴永和被您毙了 恐怕您就再也喝不到 杂粮酒了 这 这饺子 这饺子 这么大 我走 走南床北 这么多地方 我没见过一个商人 枪顶 顶他 这 这会儿 不怕死啊 我 我 我某某人 就是喜欢和胆大的 交朋友 哎呀 你这小子 曹敏敬您一杯 算是给您赔罪了 这 这小子 胆 真大 行 那我今天 就给你一个赔 赔罪的机会 你怎么喝 我也想要来 我 别走 聪播 吴永不曾命 你敢歇息 你不知道 勇和他现在怎么样了 丑伯 你说勇和这一招是不是太冒险了 那个姓吴的 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啊 勇和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可是万一 万一勇和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也就 就没 不敢这么说啊 五爷让我给你们烧热馅 他现在和吴大帅喝得正高兴了 什么事也没有 别担心 好 你看我说法 我说吴老弟啊 这十里香子砸两酒呢 真是没话说 小民怎敢跟大帅称兄道弟 我说你 你是我兄弟 你就是我兄弟啊 我要是没有这十里香砸两酒 我活不到今天 这话怎么说 你看 我不是东征西打的吗 经常就被敌人给围住 水泄不通啊 那我在里头想啥呢你这 我想这回完了 肯定死了 我离死之前 我再喝点十里香砸两酒吧 我就把这酒拿出来了 我当当当 我就干 干他几口 这几口酒一进洞啊 我那眼睛哗一红 脑袋一胀 我就把枪套出来之后 带着弟兄们 弟兄们 跟我冲 我杀出一条血路来 还真就杀出来了 好几次 你说这十里香砸两酒 就是罗大是假的 大帅 既然你这么高看我们十里香 那草民求大帅 放了十里香 也放了荣州酒夜一条生路吧 你看你这话说的 咱俩是自家兄弟 什么求不求的 你就说让我怎么办 大帅 未经您允许 我 曹你了一份契约 请您过目 我念不下整 整句人 你就念我 我听就行了 今后帅府用酒 由各酒坊轮流按月 每月二十谈孝敬 其他兄弟在荣州境内 买酒可向八者优惠 那 你就直接说 让我怎么办吧 这契约 中心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大帅下一道命令 让您手下的兄弟 不要再擅自 骚扰我们各大酒坊 我我我兄弟都都说了 那那还有啥说的 你说就算数 我我按手下 谢大帅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确保酒伤的切身利益 特公告如下 这这这又又又又又是干 干啥的这是 大帅 禁止抢砸酒坊的告示 已经贴出来了 什么告示 禁止抢砸酒坊的告示 不是 谁让你写的这狗屁告示 这不准抢的 那弟兄们喝 喝什么呀 不准咱 那些酒商们 能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的吗 你 你真想得出来 不准抢咱 那不就等于 给 给咱自己下半的吗 你 你这老子 我发现你 你 你从小时 让驴给踢了 大帅 这可是按照您昨天 和酒业商会定的契约写的 这酒话他能算话吗 对 大帅 小人糊涂 这样 我这就把他给撕了 就 算了 贴 贴 贴就 就这么贴着吧 那 那 那小 叫什么 吴永和 吴永和那小子 黏 黏黏糊糊糊的 我如果要撕毁合同的话 他天天会 就跟着我披抹抹抹我 那也挺难受的 就 就这么贴着吧 回头你告他啊 告他 每个月 给弟兄们多 多弄十坛的酒 过来就行了 是 好 就这样 好俊的姑娘啊 大臣 这女的叫梁子薇 是崔慈方老板梁建仁的女儿 亲戚说话无所谱 可上我了解她了 大帅 咱回府 行 行 行 你非得打断我干啥 我这 漂亮啊 每个月要另送 试探吉品杂粮酒到大帅府 不是 咱们合同不都签了吗 怎么说加就加啊 这吴大帅也情人太甚了 真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啊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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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军在演习啊 什么空军啊 这个吴大帅要当水陆空三军的大元帅 花了重金从东洋买了一架飞机 这不天天练头弹呢 真是 拿人命开玩笑啊 荒唐之急啊 俗话说得好啊 胳膊拧不过大腿 碰着这么一混掌东西 哎 哎 看来不低头不行了 现在倒好了 部队控制了江面 不管是下游往上游送羊的船 还是上游往下游送酒的船 说增用就增用 还起个名字叫军舰 你说这么疯了吗 吴会长 不好意思 又要洋葬 您亲自出马了 诸位 吴大帅这个人性情不定反复无常 上一次他能答应 不让他的士兵骚扰我们的酒房 已经是万幸了 这一次 恐怕很难 会长 水云是咱们的血脉 货船使管咱们酒房的生死存亡 还得请您 务必出面 为我们撑腰啊 在这儿我给你坐一下 吴会长 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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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想办 吴会长 那就拜托你了 拜托了拜托了 拜托了 宇龙兄啊 码头向来都是你的天下 这个吴大帅 强行地封锁了江面 这事你不能不管 这个吴三大呀 心狠熟了他是个浑石魔 而且他手里有枪有炮 幸好 这几年他的军中 有我不少的炮哥兄弟 我们俩之间才相安无事 井水不凡合手 但是要让我和他一决高地的话 就凭我这山唐润 实力是远远不够的 明的不行 我们来按他 你看 等天一黑 我让我的伙计把货运到码头 再用你的船运到下游 放到我的经销商手里边 兄弟啊 就凭咱俩的交情 光运十里乡的货 一点问题没有 其他地方的货我关不了 是 云龙熊啊 我好歹是一会之长 我不能只顾一己之力 这我会被大家戳截然苦的 兄弟 你这个会长同学还能当饭吃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你这个人就是推后的 我告诉你吧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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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姓吴的王不带 他愣母亲巴掌打掃 叫臭份子呢 干啥的呀 你 你笑 笑什么呀 你 跳 跳多 你 你 你还 你 你 你还站着干啥 你 跳 跳 跳 我 那你不带头 是 报告 大帅 十里乡掌柜吴永和前来向老夫人出售 没请他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他哪来哪去 干什么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来的都是客 那他进来吧 老夫人 你 进来 你行了 你 你去咱们都撤 都撤了吧 二爷 一 二爷 一 二爷 一 二爷 吴大帅 对不起 永和不请自来啦 老夫人 在下十里乡掌柜 吴永和 在这儿祝您老身体健康 福寿年长 老夫人 我知道您的老家在巴中 对 据我所知 咱们巴中 给老人祝寿 有这样一个规矩 就是 宾客 要给寿星 尽十为寿教 十全十美 这叫 老夫人 我代表大家 祝您 十全十美 万事顺心 这不行吧 大帅 老寿星年事已高 要喝了这烈酒 一定会伤身体的 胡 胡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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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安 安 那是什么心呢 你 我这酒 不是普通的酒 它是用 五种粮食 六种毒品 克酿而成 酒性平和 我 资因赌计 你别说老太太喝十杯了 就是 再喝上十杯 都没有问题 真的 我倒得尝尝 真香 您香